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子终于更新了自己的微博,分享了一组生活照。粉丝们都很激动,都觉得他终于记住了微博密码了。4月26日,杨子在微博分享了一组他日常生活的碎片画照片,配上几片绿叶,或许预示着春天的到来。这四张照片都不是同一种风格,第一张是泰迪狗。他静静地坐在地上,耳朵下垂,直视镜头,毛茸茸的,非常可爱。 紧随其后的是一张天空的照片。镜头所到之处,都是蓝天白云。看得出来,那天天气不错。而且能够享受窗外风景的悠闲感觉,可见拍照人的心情也是非常不错的。 第三张图是一本打开的答案书。上面的答案适常是一个不太可能想到的解决方案,这也可能表达了杨子此刻的一种心态。 而且他的手指不小心被镜头夹住了,有点肉肉,很白,不是很修长,看起来很真实。 食指上的戒指很抢眼,指甲的颜色和他的肤色很搭,很漂亮。最后一张本尊的照片终于放出来了。 他撇撇嘴,加了一个老虎特效,看起来很可爱。杨子的性格有点无忧无虑,影视剧中的角色大多都是可爱活泼的。现在有了这么可爱的特效,看起来就像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。 谁能想到,1992年出生的杨子居然已经30岁了。虽然只是几张非常栩栩如生的照片,但他的粉丝紫米却很兴奋,还有人留言说他很,开了这么久才开业。 毕竟杨子一进剧组拍戏就处于消失的状态,平时也不喜欢发新闻。粉丝有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主角,粉丝也很难忍受。 通常,他们只能依靠反复的聚集或在周围寻找小资料来解决他们的缺失感。杨子真的是一个很敬业的好演员。近年来,他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通过了考验。 刚刚和肖战一起播完《请多指教》,口碑和收视双丰收,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这期间,他也没有闲着,总是忙于各种剧组。他刚刚重新拍摄了《镜中双城》,然后加入剧组开始拍摄《长相思》。此次《长相思》的拍摄,由于演员阵容的选角,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极大关注。 据说杨子将饰演女主持有的女儿逍遥,观众的期待值很高。此外,谭剑慈饰演的《湘柳》、邓薇饰演的《图山景》、张万怡饰演的《轩缘》专需也都大受欢迎。在原著中,这三个人都是对女人感兴趣的。不知道剧中的逍遥最后会和哪个帅哥在一起呢? 杨子虽然很少在社交平台上泡,但人在事业上真的很认真,可能只是忙得没时间。粉丝们也应该理解和支持她,不要抱怨姐姐没生意,期待她的新作品。杨子演过什么电视剧?香蜜沉沉浸如霜,创经典传海外。 02.要播了?陈香如谢官方空降超话主持人,疑似安稳男女主演粉丝。现在很多剧还没有播出之前,主演粉丝之间就会产生各种摩擦,甚至会进行互撕,而作为剧方,一般都会采取或悉尼的方式平息这些纷争,但往往这样的做法不仅不能实现和平,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双方粉丝的矛盾。 近日,由网友爆料由杨子合成一主演的电视剧《陈香如谢》的超话空降了两位超话主持人,两位主持人从表面上看似杨子的粉丝。 在此之前,因为这部剧开拍前的各种风波争议,杨子粉丝对这部剧采取不理睬、不宣传的态度,所以并没有正式进驻该超话,诚意粉丝也是默认这个超话是独属于男主粉丝的一个超话。 而此次空降主持人也并不是杨子粉丝进行操作的,而是由官博直接进行操作,因此也是引发了很多粉丝的不满。 不少诚意的粉丝认为之前没有进驻该超话就是默认的态度,而现在突然空降的行为则显得有一点偶。 再加上很多诚意的粉丝也认为之前杨子粉丝号召部宣传,现在又要进入超话,是不是在打脸呢? 尤其是成为超话主持人的方法,还是由官博直接进行通过的,所以也有很多诚意的粉丝认为杨子粉丝这一操作是撕连了巨方,行为是不当的, 所以对于杨子粉丝还是官方,都表示不满,甚至开启了谩骂。 其后杨子粉丝看到这一操作之后,也是非常的无奈,表示杨子粉丝没有想要过进驻该超话, 对于空降自己方的粉丝作为主持人这一件事也毫不了解。 其后还有网友发现,这位担当主持人的账号说是杨子的粉丝, 但其实在十几天前才开始发扬杨子的相关博文,在杨子的超话等级也很低, 一般担当明星出演的电视剧超话主持人的都是明星的大粉, 是很多粉丝比较眼熟的人,而这位很显然并不是。 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这位所谓的空降主持人其实并不是杨子的粉丝, 很可能是官方在找不到杨子的粉丝担当主持人之后, 伪造了一位所谓的杨子粉丝。 所以杨子粉丝对于诚意粉丝的指责也是表示不满。 虽然现在无法确认这位空降主持人到底是不是杨子真正的粉丝, 但从剧方空降主持人这一操作来看, 剧方想要杨子合成一两位主演的粉丝带在同一个超话宣传剧, 但很明显双方粉丝之间已经有很久的矛盾了, 很难达成这样的和平, 而剧方这个做法不仅没有让双方粉丝保持和平, 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新的矛盾, 可谓是得不偿失了。 而该剧官方突然空降主持人的行为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猜测, 很多人猜测陈湘如谢这部剧是不是要播出了, 所以剧方才突然有这样的动作, 毕竟此前剧方对于双方粉丝矛盾是视而不见的。 看到陈湘如谢官方操作引发杨子诚意双方粉丝不满, 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,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